这里是最适宜居住的世外桃源 也是全美教育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 长岛已成为华人家长购房的首选地 究竟长岛有哪些学区深受华人青睐 又有哪些性价比好的房产值得选择 Jerico学校的网站官网学校的网站在中国大陆打不开 因为太多父母想登陆想查询这个学校 本期安家纽约为您精选长岛学区房 潘玲你好 欢迎您做客安家纽约 你是安家纽约节目的老嘉宾了 做了很多期介绍长岛的节目 而且我们知道现在进入夏季了 又是这个卖房买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时节 尤其一些家长有孩子的一些家庭 他们为了孩子九月份能够入学 这时候纷纷在寻找一些学区房 那我们知道长岛又是以好学区著称的 所以这段时间你的公司是不是带领一些学区又很好 然后房源又非常不错的一些好的学区房 对对对 确实是 因为我们公司呢 就是说现在在长岛也是小有名气 所以我们也带领很多这个非常不错的房子 那我们接待的主要客户呢 就是说除了我们当地的客户 我们有很相当一部分是从海外来的 海外来的我们这些比较成功的父母 就是说为了下一代的教育 就是说找到长岛 因为长岛这个地方呢 不仅环境很好 就是说尤其现在春天夏天 就是聊雨花香 外面就跟到从哪个角度看出去都跟一幅画一样 然后学校又非常好 那他们呢就是说 这些父母呢就是想把孩子放在这样的环境下 那个来教育他们 那那我们呢就是说今天呢就想呢 给大家推荐一些 就是说我们精挑的房源 就是说学区又好 性价比又好 就是说适合我们大多数家庭的需要 我想问一下 你有没有听过国内前阶段出了这么一则消息 说国内的很多的一些家庭 中产品上的家庭 他们很喜欢这种社区房 社区房就是相对封闭的 有围墙的小区房对对对 那么现在很像中国有一个政策说 要把小区房的围墙给拆掉 因为很多的道路被阻塞了不通了 所以要把这个小区房给拆除 所以长岛很像就是以小区房著称的 对不对 我们公司代理的一些呢 最主要的呢就是在那个Stone Hill 那这个区呢其实呢是长岛 所有的门卫社区房当中设备最完善 也那个占地面积跟它的安全性最好的一个小区 那它呢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国内的客人 就是中国来的海外的客人 如果他们想寻找这种小区房 门卫社区房 在中国现在可能很难找到 因为不太可能都要拆除掉 对一个是中国70年产权 还有一个可能在这70年产权之力 你都没办法决定这些事 但在长岛不存在这个问题 你完全没有这个后顾之忧 是 对就是说你产权正向是什么 这是永久产权 对 而且关键是说这种社区房来讲 它就有私密性很好 安全性很好 对对非常好 因为很多海外来的客人 他们很强调就是说 这种安全性私密性 那这种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就是长岛你该介绍 Stone Hill的这个门卫社区房 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那我们公司代理的这几处呢 Stone Hill的房子呢是在Morning Town 那Stone Hill呢这个开发商呢 它在Mahase也有一个社区 那那个社区呢 就是说它的占地小一些 那这个呢是比较新的一个社区 占地比较大 就是说每家至少从half acre开始 到两个acre都有 那价钱呢从200多万到六七百万都有 我说的是美元 而且呢那我们公司以前的成交记录呢 我们购买的呢一般都是现金买家 都是从从国内来的 因为我想他们可能就是说尤其比较富裕成功的 他们对自己居住环境的这种私密性 这种安全性要求很高 还有这种品质 那Stone Hill这个 它呢它的门卫呢是双道门卫 24小时监控 而且呢社区你的设施俱乐部非常豪华 你每一家有个电子锁 你随时想进去 就除了一天关门之外 随时想进去24小时 游泳池 巴尔啊 健身房 还有户外的什么什么网球场 全部都有 然后你你你也不用担心 就是说割草 铲雪 这些它它都帮你包了 全部都包在里面了 这就相当于是住在曼哈顿 非常豪华的公寓里面 而且设施会更好 你刚才还讲说还有网球场 对对 所以专门人打理 对 我们这边呢有三栋 那他们的owner呢分别都是 我可以讲一下他们自己的背景 第一个呢我们是意大利的艺术家 那他呢就是说非常任性 他也是全现金自己跟这个developer 一起设计呀做呀什么呀 搞了三年才盖成 也就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理念 盖起来的 在这个小区里面盖起来的 对对对 你就可以看到 那他 虽然这个社区有俱乐部 但是他自己呢 还是在后院搞了游泳池 还盖了一栋夏季的小屋 如果家里有客人来 可以住里面有小厨房 小的那个Suna Spar 那他的地下室呢 有甜酒窍 还有那个家庭影院 健身房 还有那个打桌球的 倒桌球的地方 工作室 那上面的那些主卧呀 房间 厨房 那都是 都是进口的东西 所以装修是非常高档的 对对 他不仅是高档 他是非常 有品味 对对对 艺术家的那种品味 是 所以这栋呢 其实他的成本是450万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 要价也就才439万 哇 你要是真看了 你确实就是说 能把一个房子造成这样 那意大利人 你看我们好的东西 很多就是说 Made in Italian 对对对 那就是 是 高端高品味的 代名词 对 就是说我们的 你知道围巾 衣服 纺织品 皮鞋 很多 Made in Italian 就是说盖房子 我们意大利owner的房子 就是说 我们中国 中国客户一看的 哇 这么好 进去都是眼前一亮 是是是 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那种 那种怎么说呢 敬佩之情 就是说 可以把一个东西 做得这么精致 就是说 这种质量 就是说 在我们中国是 中国人眼里 是不可想象的 好 所以这应该是说 这个小区里面 价钱来说 稍微贵一点 你该讲了 已经接近了 450万左右 对 430万 439万 原来也是480万 你其他的两栋 会比价格更实惠一些呢 对 其他两栋 是要好一些 就是更接地气 阳春白雪一点 就是在这个区 但是可能 对我们 一般的工芯阶层 还是很高的 就是说 另一栋 就是说 一栋 现在要价是 318万 还有一栋 是要价 288万 那那个 318万的 他呢 他比别人的 不一样 他有花了 20 30万 又装了一个电梯 他除了他里面的装修 都是很精致的装修 全新的装修 而且所有的新家具都配了 是带家具的 一起 对 带家具 带家具 对 因为当初那个客户买了的时候 他 他花了半年装修 把家具什么都搞好了 但是呢 他那个宝贝孩子就说 不肯换学校 那就 那他就没办法了 买了什么都搞好了 那就只好再重新卖 所以房子应该也是非常新的 对 很漂亮 也很漂亮 带电梯的 那另一个呢 我们那个288万的呢 我们那个客户呢 是在华尔街的高管 那他呢 因为他的老大要上大学了 他想把小的呢 搞到那个 马哈顿的读私校 所以呢 他们也考虑 反正就剩一个了嘛 就是说 把倡导的房子 搬到城里来 但是他这个呢 他的格局呢 非常的方方正正 就是说是这种的 这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对 而且还有一点好呢 就是说 他旁边的邻居 离他比较远 因为在旁边一个空地呢 就再也不会盖了 而且他也是6卧 6.5玉 一楼也有 就是说 一楼也有自己的一个套房 然后楼上 每一个房间都是套房 对 所以这个价格是多少 这个是288万 所以在这个门卫小区里面 这样的一个房源来说的话 确实很吸引人 该讲了很多的一些特点 所以你刚才说的 这个Stone Hill 像这些我们都有人 有兴趣 有兴趣 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社区 它究竟是处于 长岛的哪一个学区 所以那边的学区又是怎么样 这个是Sease学区 Sease学区 本来它这个Tone名字叫Malting Town Malting Town是我们长岛黄金海岸 十大 那个Golden Coast的十大 就是说最富裕的小镇 当然是在全美国也是排名前十的 那他们那边的当地的人 白人要占70%几 亚业才只占18% 然后每家的就是说报税的收入 都有20多万 是美国整体大家平均水平的四倍 至少四倍 当然因为这种人 他大多数是business owner 或者别的事物 你很难让他们报那么高 但即使这样 他也是平均水平的四倍 但是他们的学区是Sease学校 Sease学校是非常棒的 就是说你记得我们以前录节目的 前面节目都有学校去录过 很多一些小学初中高中都获得蓝带奖 对蓝带 一个是他们的那个Blue Ribbon蓝带的小学 还有他们的初中高中都是大学校 他们除了体育强之外 那个Sease学校最有名的就是他们那个音乐 功力的音乐系统非常强 他们是长岛那个Lisma考级最厉害的一个学校 所以他这种艺术方面的 那还有Sease很棒的一点的 我是觉得新移民的家庭 包括我们在本地的 比如说从New Jersey 康州或者昆斯皇后区 搬到长岛Sease的父母的素质都很高 那还有呢就是涌现了我们很多华人 比较成功的我们专业人士在那边开的学校 比如说像那个前进开的音乐学校 还有我们那个世界太极冠军 那个叫什么陈斯坦 对我们全家都是陈斯坦的在那里学 我先生跟我公公跟他学太极 我们家三个儿子在他的武术学校练 很多的华人现在落户在那儿 对 所以有很多的一些课外的学校 课外还有小孩子的课外的 一些一些 对对对对 都很适合华人在那边居住了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开的这些都比较成功 而且包括我们长岛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长岛华人协会骨干的成员 Founder都是Sease 都是住在Sease 然后他们办了很多活动 像那个有名的什么微信公众号 长岛去哪玩 纽约去哪玩 对对对 然后举办各种各样的社区公益的讲座教育 还有我们这种自身的权益 还有我们长岛华人协会也办了很多这种 春节的活动 对对对 包括中秋的游园活动 对对对 面向整个族裔 就是不只是说我们华人 所以就是说这个地区我就觉得非常potential 就是说海外来的也好 或者是当地的 首先海外来的客人在那个地方居住 并不会觉得太孤单太孤独 因为很多华人的社区 华人的活动都起来了 对对对 可以很快的融入到这个社会 对对对 我最近最近买了Stoin Hill一个客户 我看他就是很开心 就是说在那边打高尔夫健身 交了很多朋友 是吧 对对 所以你先介绍了一个门卫社区的这样的一个房产 然后又介绍了Stoin Hill这样一个学区 对因为他属于Stoin Hill这个学校 然后他附近的shopping 有机食品超市 whole food 包括他的交通 去火车站也很近 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对我们 就是说比较有实力的父母来说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好 所以我们先讲了这个Stoin Hill这个学区的一些房产的一些情况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们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的介绍长岛的学区房 欢迎回到安家纽约节目 今天这期我们请来长岛安居地产的潘龄 给大家介绍一下长岛的学区房 潘龄我们在上半段已经介绍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区 Sales这个学区 那我知道其实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区 叫Jerico 对不对 这是大家都很像知道说是长岛最好的一个学区 对对 No.1 长岛的No.1 然后它好到什么地步呢 据说Jerico学校的网站 官网 学校的网站在中国大陆打不开 因为太多父母想登陆 想查询这个学校怎么样 这个学校的 对对 因为我们国立来的父母 我们就看排名嘛 也就看排名 然后一问就说这个学校是十分吗 他们要看分数 打分 所以呢 Jerico的学校全是十分 而且那个 说老实话亚裔是不少 现在高中的话 亚裔可能要占到70% 对 因为他名气太大了 太大了 我们知道华人的家长是最重视教育的 是 而且就是看排名 对不对 因为他们觉得尤其我们海外来的客户 他觉得自己英文啊 对当地什么这些都 他不精通嘛 所以他对学校的排名的这种 依赖 对 非常强 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对 但Jerico学校确实也很好 Jerico是个小学校 而且我知道他们学校参加很多的一些竞赛 都是获得很好的名字 是 青少年奥林匹克 什么奥数竞赛 对对对 Jerico是个小学校 所以那个 很多 你看我们华人家长 他就认学校Jerico 你要跟他说别的学校 他听不进去的 是 而且确实来说像你讲的 他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 被长春藤大学录取的比例也特别高 对对对 很多时候这个高中这一届的学校 有40%就被长春藤大学所录取了 是 因为家长会录一个好的学区 好的高中 就是看以后能上什么大学嘛 是是 那Jerico学校这么好 Jerico学校的school tax 就是学校地税 是全长岛最贵的 那所以 要买Jerico学校 学区房的家长 要有个心理准备 不要跟我们抱怨 他的计数率怎么那么高 因为 what do you get what do you pay 就是说what do you pay what do you get 就是说你一定 因为这个教育系统这么好 他是需要钱来支撑的 对 需要投入的 对对 你看Jerico有好几个套 像Brokerville Old Vesper Jerico 还有一个叫什么套 他们都是 有一部分都是Jerico school的 包括Jerico本身 对 那除了Jerico自己本身地小一些 其他的那些套呢 它地都比较大 环境非常美 像其他套 Brokerville Old Vesper 一般都是两个acre 三个acre 包括还有Multon Town 他们都是Jerico school 就是说 环境美 地水高 对 所以确实来讲 我们知道 长岛的你交的很多的地税 其实是三分之二多 都要交给学校 去支持这个教育资源 对对对 很多都是school tax 因为我昨天刚刚是我们 Long Island最后一天 Dead Nine 教school tax 我就去教我自己的school tax去了 对啊 很高啊 大家都在那排队交 那这个 这个你是一定没办法的 是 但是是值得嘛 因为对孩子的教育 你来这个长岛 路户就是为了说取得一个高质量的 一个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是是值得 你因为长岛的这个 这么好的公立学校 比可能绝大多数的私立学校都好 都好 而且它很多都是小班 其实呢 就是说学校的老师 给每一个孩子的关注啊 都都是很多的 就是不像我们小时候 在在在中国大陆 对对对 一个大班 一个老师要管 对对对对 没有精力管理的 这边不是 是 这边不是 好 我们介绍这个Jerico的 这样一个学区 那你要推荐的房源 是不是也有在Jerico的 对对对 现在值得选择的 有有有 因为我们公司呢 也骂很多Jerico的房子 那我们最近呢 有有一个就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它这个房子呢 价钱很有吸引力 为什么很有吸引力呢 它是两个acre 它才叫价208万 哇 而且它是名设计师 长岛最有名的设计师 Brian Shaw的作品 那我们最近刚刚卖掉一个高尔夫的房子 也是Brian Shaw的作品 一个月之内就卖掉了Cash 就是现金卖给韩国客户 那这个呢 也是Brian Shaw的作品 而且呢 还有一个呢 这个owner呢 他是第一任 就是这个 第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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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年就是说自己亲自盖的 他自己是医生 是个professional 然后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两三岁去盖的这个房 你去八几年的时候 这叫现代式 后院有游泳池 风水好 然后那个背后像山坡上 就是有靠山啊 然后前后的ninescaping 非常有非常有感觉 他Oner告诉我 他花了50万美金 50万美金 就是做前后的ninescaping的设计 跟种植 你看我们那个照片上 可以看到 就是说 樱花树下 就是游泳池 然后门前也是樱花树 就是说 还有这些日本小红房 各种各样 四季不同的这种design 所以他整个的原液设计 都是很花心思 对 也投入很多的 对 然后说这个房子 就是说 这个价钱 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 第一 他是第一任务主 他不是最近 他是20多年前 而且在80年代的时候 他就盖起来了 对 那还有一个 就是说 他已经购买了 马哈顿的上东区的公寓 就是说 他也准备要搬家了 那他以前 对 他以前盖的 肯定相比较 今天也比较便宜 他还有一个 他比较想卖 那还有一个 这个房子 为什么说这个房子 风水好呢 这个房东 自己本身是个医生 非常成功 然后一儿一女 都是律师 也都住在 马哈顿上东区 自己的孙子 他们的婚姻 包括他自己的婚姻 已经40多年了 父母的长寿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 风水很好 非常lucky的一个house 这个屋主 你看 一搬到这个房子以后 事业家庭都很顺利 对对对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子孩子的教育 包括他自己的父母 对的健康 然后呢 房子的本身呢 你看Brown上设计的 然后他们用的材料 都很好 就是说 哪怕他那个主育的 那个我们前两天 找我们那个 我们公司的摄影师 去拍照 他就给我们 随便发了一个视频 他说哎呀 拍这样的房子 真的是好有激情 很难得碰到 这样的房子 所以你看看 这个房子 已经都30年了 对不对 但是你意思说 还保养得非常好 非常好 就看起来 还是很有感觉的 对对对 很有感觉 因为他是名设计师 设计的高挑啊 采光啊 包括他用的东西 他的大门 他那个客人洗手间的 那个水晶吊灯 都是名牌 包括他的厨房 是 好你再说一下 他的价格是多少 208万 非常有吸引力 而且那个Zillow 最有权威的评估网站 Zillow给他评估的 都是218万 还是28万 对 还高估 对对对 所以这是个很有吸引力 就是说 如果家里有两个三个小孩的 非常值得推荐 是 就是说社区也很美 那个高尔夫交通 交通495什么 都非常方便 都很方便 对 好 所以刚才你看 我们一共是介绍了四个房源 基本上都是在200万以上的 对不对 还有没有更接电器的 比如说只有100多万的 也能在长导买到学区房的 有有 100多万 780万的都有 都有 就是说 那我是觉得性价比比较好的 或者是说 我们大多数 我们的中国买家比较喜欢的 他们不外乎一个 他们比较喜欢新房 好学区的新房 交通也不要那么偏 就是说 他们说 我就到495 40出口就好了 因为40出口 正好就是Jerico Ciase 那我们下面的呢 我们还有两套 也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在Rosling Rosling呢 它是个老区 是个老前区 就是说 很多我们新的中国人 新移民 其实他并不知道的 他没有Jerico 或者Ciase 或者大井 这么有名 它是这么有名 但其实它是 它是个老前区 它是在默默地在享受 那正好呢 我们在那个区呢 卖的房子呢 大多数都是比较贵的房子 那正好呢 我们最近呢 带领了两套 都是100多万的 它那个房子是 开发商盖的房子 然后他买的那个人呢 又花了20多万 把地下室都装修好 有那些甜酒窖呀 那个地下室都还有 那个壁炉 健身房 非常好 而且是专房 就是说 你知道现在比较新的房子 2008年 就是高挑的 很高挑的这种屋顶 就是很喜欢的 而且华人喜欢专房 对对 又比较新 就是说 那因为他们的工作发展 就是说 就是离长岛比较远了 他们就搬到别处了 所以就是 现在就是想要买 这189万 非常好 是五个卧室 四个卧室 还有五个卧室 五个卧室 对 基本上都是套房 对 然后厨房都是现代化的 open的 欧式的大厨房 对 而且这个区呢 最重要的就是 年轻人可能会喜欢 除了学校好之外 学校我们回头讲 除了那个 它这个社区呢 离那个 American Hanna Mall 很近 你知道那很多名牌店 是名牌店 对 就像那个 我们马哈顿 第五大道上的名牌店都很近 那你购物呢 它也有whole food 对 那餐馆呢 那就更多了 这个地方呢 是叫flower hill 鲜花谷 鲜花谷 那它还有这个鲜花谷 一个比较好的交通方面 比较有利的就是呢 它有长岛 LRI 就是长岛火车站的 那个停车的权利 停车票的权利 就可以去Port Washington 是70站 四站就到马哈顿快车 对 差不多30 35分钟 对 那很多年轻人就是说 需要在马哈顿工作 做生意的 长岛铁路线 这根线对他们很重要 因为是快线直达 是 对 所以刚才这个移动是多少 刚才说198万 对不对 89万 189万 对 另外一个一套呢 你要介绍说这个区的 另外一套也是Rossling 但是它在那个Rossling 那个区域的名字呢 在西分的小村的名字 叫Rossling Harbor 那那个Rossling Harbor呢 Harbor就是海港的意思 那就是说它离海边比较近 那我们在那边卖的就是海边的海景房 或者是 因为那个区呢 就是非常好 你可以走路到海边 Anyway 你不管买哪一处 小村子也只有300多户人家 那我们最近卖的都是比较贵 都是300多万的房子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一栋呢 只要158万 而且地很大 1.6个一亩 哇 分层市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犹太客户急着要卖 它那个社区呢 最闪光的地方就是 为什么说它有钱呢 它有两个会所 就让它跟别的社区不一样 它有一个会所叫Engineer Country Club 那这个Country Club呢 里头什么都有 我经常到那里去 有时候看到 几十桌的犹太的那些女人们在那打麻将 或者这些晚上的party 或者高尔夫游泳池 它也很大 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就是很享受 环境又好 才300多户人家的社区 所以最关键是学区怎么样 你刚才说学区 这个Rossalyn很像 名气没有很大 但是来说的话 学术水准还是挺好的 对对 其实Rossalyn 因为我们在当地这么长时间了嘛 很多我们的客户 老外客户 他们都说 Lin我是Rossalyn长大的 我是Rossalyn的学校毕业的 他就说 我是North Shore School毕业的 就是他们都很好 因为这两个学校呢 目前来说呢 亚裔就是我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多 那中国人不是那么多的地方呢 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呢 竞争的压力要小一点 有些他们说 发现就他一个中国人 老师同学都把他当个香宝宝一样 就是说都非常照顾 就是非常稀罕他 就是这种对孩子也是一个 一个促进比较好 像Rossalyn North Shore 他这种又靠海边 小孩子的运动非常多 那个暑假的camp 我看有那什么 帆船camp 是吧 Tenis camp 还有骑马的camp 对 所以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小孩在长岛生活 真的就是 人家说上有天堂 长岛可能就是小孩的乐园 对 对 真的是 安家纽约节目就是希望成为您 安居置业的顾问与帮手 您可以通过电话 电子邮箱 把你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我们 你还可以通过新浪微博 Facebook Twitter来关注我们 与我们互动 获取第一手的房产资讯 想观看本节目更多的精彩视频 请登陆美国中文网和YouTube 好 感谢您收看安家纽约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嗨 大家好 我叫潘林 我是纽约安居地产的创办人和负责人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 长岛的水汁房 巴哈顿的工艺和商业地产的买卖 欢迎大家有需要联系我们 谢谢